大夫包扎好两个人的伤口后 张小新已经哭得都快成累人了 还好送得及时 不然就危及性命了 什么 你别激动 你家的娃没出什么事情 只是一些擦伤 可能是吓着了 主要是娟子 真的在晚上一步 可能就此去了 多谢大夫 你简直就是我的救命儿人 哎 没说这些 都是一村子的人 赶紧进去瞧瞧他俩人吧 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张小新也没有把青草摇醒 这孩子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还是好好休息最好了 倒是那个马秀娟 这个人情 他铭记在心中了 这边还没有待上一会儿 就听到门外各种吵闹哭喊的声音 我的前嘴 我的前嘴 妈的 小声点 你让我小声点 我就小声点嘛 搞笑 你以为你是谁呀 张小新 伸手直接就抓起了马良式的衣服 趁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用力地往外一推 直接就给推出了门 青草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到底是因为什么 可青草 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依旧还睁着那双眼睛 无神地盯着上空 青草 你怎么不回答我 到底怎么回事 青草 大夫也给吓了一个大跳 按理来说 青草应该是伤得最轻的呀 急急忙忙地 跟着张小新进来 马儿竹家的媳妇啊 你家的娃 可能丢了魂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马儿竹家的媳妇 你 还是其哀顺变吧 多谢大夫 要钱费用 到时候我会让马儿竹送过来 不知道现在 我可以带这青草回家了吗 到时候你家马儿竹来了 我会让她 带一些擦伤的药回来 喂 我家女儿为了救你的女儿 受了这么大的重伤 这药钱 你可不要忘了给 张小新再看不惯马粮食 但马秀娟救她女儿 这是事实 也不否认什么 点了点头 赶紧过来吃饭吧 你们吃吧 突然这么伤感的张小新 让马儿竹不适应 你这是怎么了 张小新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连一个眼神都不给她 娘亲 你怎么了 张小新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娘亲 你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不理青山啊 青山 你说什么 青山这不是在担心你 为什么不吃饭吗 问你来着 哎呀 嗯 drama 试 六